古海漂泊究竟能够存活多久 这个女人将会告诉你答案 飓风来袭翻船被毁 她本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但为了生存却不得不下海捕鱼 绝境之下 女人爆发了超强的意志力和勇气 在大海上顽强漂泊了41天 并最终获救 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惊涛巨浪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一家电影 塔米是一个来自加州的美丽女孩 性格大方喜爱冲浪 梦想就是周游全世界 出于家庭原因 塔米不远万里来到了塔西提岛 打算一边打零工 一边游玩这个地方 生活很惬意 老板很大方 一个人过得也算有滋有味 这天港口来了一位行男船主 确认过眼神是我要爱的人 塔米与他一见钟情 尝试接触后 两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男人名叫理查德 潇洒又有魅力 喜爱航海冒险 曾独自一人航行到过世界各地 经历相似爱好相同 两颗漂泊多年的心 也终于找到彼此的归宿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 正当两人筹划出游之际 一个恰逢其实的机会悄然上门 这天 两人在市场偶遇了理查德的富豪朋友 闲聊时 朋友向他表达了诉求 因为有急事富豪夫妇需要马上回家 所以便想让理查德帮忙 将他们游玩的帆船开回家州 作为回报 除去两张返航头等舱机票 富豪还会拿出一万美金当做酬劳 塔米才刚从家州离开 并不打算这么快就回去 但又不想打击理查德的积极性 爱情让他们相遇又让两人懂得取舍 最终塔米还是决定和理查德踏上旅程 此日一早 伴随朝阳出生 两人扬帆起航 沿途风景作伴 船上爱人相陪 借此机会 理查德还向塔米求了婚 安逸又美好的幸福生活 不正是他们一直期盼的吗 然而 灾难总是在意料之外 航行第二天 两人遇到了超强飓风 理查德通过精密计算 表示风暴中心距离这里还有1000英里 按照帆船不减速的情况下航行 应该可以躲过飓风侵袭 时间紧迫 两人迅速改变航线 打算抢风行动 可他们终究小瞧了风暴的范围 青涛骇浪迎风而起 帆船犹如枯叶般任由海水冲打 为了帆船不被飓风吹翻 理查德冒险来到甲板上 想要收起船翻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伴随一阵剧烈晃动 躲在船舱里的塔米被撞晕了过去 而被拍进大海的理查德 则不幸遭遇尾干重击生死不明 不知过了多久 塔米昏沉沉的醒来 看着身边狼藉景象 一时间还有些反应迟钝 他焦急呼喊理查德的名字 简一直听不到回复 便又费力推开挡板来到外面 眼前一幕让他彻底崩溃 无尽的大海上 只有他和破帆船随波逐流 理查德早已不知被冲到了何处 雨过天晴 塔米收复好情绪 第一件事便是利用船上的船呼机求救 可由于帆船受损严重 机器根本没有任何信号 绝望之际 他瘫倒在甲板上痛哭起来 想着自己一生就要就此结束 他哭得更加撕心裂肺 不知不觉中昏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远处一个泛着光的救生艇 突然引起了塔米注意 他意识到理查德很有可能就在上面 于是他赶忙起身掉转船头 一番尝试无果 才发现船身被一块帆布挡住了 塔米本想剪断帆布布绳 却不慎被荡飞掉进了大海 等他好不容易浮出水面 帆船已经行驶出好一段距离 好在常年冲浪让他练就一副好体格 快速追了一会儿 终于抓住帆船悬梯爬了上来 稍作歇歇 塔米先将船上破洞贴补修好 接着又使用抽水器把废水抽走 尽管两个人的活一个人干起来有点费劲 但塔米还是评告技巧 支起了一支船帆 有着风力加持 塔米顺利掉转船头来到旧城艇附近 随即绑好安全绳跳进了大海 很幸运 理查德还活着 可当把他救上船 塔米才看到理查德身上的伤势有多严重 右腿开放性骨折 胸腔下陷 肋骨不知断了多少根 腿伤塔米还能简单处理一下 至于胸骨损伤 他实在无能为力 海上被困第三天 塔米用仅学过的数学知识 大概估算出翻船的位置 按照当前航行速度计算 他们最少也要在25天后抵达加州 但以两人如今状况来看 还能坚持几天都是为支数 最终塔米决定冒险一搏 将帆船驶向了离这最近的夏威夷群岛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熬过剩下的每一天 所有准备工作做好后 塔米为自己缝合了伤口 然后又修好了淡水机箱 至于食物只找到几瓶罐头 显然这点东西根本坚持不了几天 两人能做的就是期盼能被过往的船只救下 然而现实是惨酷的 海上被困第五天 两人不但没有看见任何船只 而且仅存的淡水和罐头也所剩无几 更悲催的是 帆船还偏离了航线 塔米一番查看后发现 原来又是可恶的帆船在作祟 幸好处理及时 才没有酿成大问题 海上被困第十天 理查德身上的伤口开始恶化 整个人也失去了往日火器 塔米使用剩余药水给他做了最后清洗 两人如今面临最大困境 就是解决淡水问题和食物短缺 理查德建议塔米可以下海捕鱼 但身为素食主义者 塔米直接一口回绝 可他又不忍心心上人一直挨饿 无奈之下 只好抄起鱼叉下海 动作笨拙缺乏经验 接连尝试数次 终究还是没能抓到鱼 正值塔米惆怅之际 天宫终于作梅 下起了大雨 两人淡水问题得以解决 海上被困第十八天 塔米在船舱内又翻到几瓶啤酒 随后便与理查德畅饮起来 艰苦环境下 总算找回了一点乐趣 当晚 塔米被一阵传笛声吵醒 一艘巨大邮轮从两人前方出现 惊喜之余 塔米赶忙射出一发信号弹 但邮轮却没有一丝停下的迹象 最终慢慢消失在视野当中 哭喊过后 塔米突然清醒 原来刚才一幕 只不过是他产生的幻觉 海上被困第33天 理查德的右腿已经彻底坏死 而且整个人还伴有严重高烧 长期压抑下 塔米的精神好像也出了问题 眼神开齿逐渐变的空洞 傍晚时分 两人贴身依偎在一起 轻声交谈的话语 好似在作者最后告别 黎明破晓 梦境破碎 再次醒来的塔米发现 心上人已经不见了 难道说 理查德是为了不连累他 选择跳海资金了吗 答案显然不是 原来在两人出事的那天 理查德就已然葬身大海 没有再现身过 之前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塔米内心无法接受事实 而意想出来的 正因两人的爱足够坚定 所以塔米才久久无法释怀 没有理查德陪伴 他需要变得更加坚强 为了活命 塔米终于不再顾及所谓的新养 随后跳进大海开吃捕鱼 挺靠优质的蛋白质 他又挺过了一些时日 时间飞逝 塔米已经漂泊了41天 这天 一只海鸟突然降落在船上休息 他健壮赶忙拿出望远镜观看 那快期盼已久的大陆终于出现了 不多时 一艘渔船便现身在海面上 塔米喜出望外 迅速连射了两发型号弹 这一次他成功了 渔船缓缓向他驶来 影片最后 塔米再次回到了港口 他来到曾与理查德优惠的小船上 看着船舱里满是两人相爱过的照片 塔米不禁泪如雨下 回想着独树于他的那份美好记忆 《青韬巨浪》升远于2018年 影片根据1983年太平洋飓风事件真实改编 结尾处出现的女人 便是故事的真实主人公塔米·奥尔德姆 绝望、孤独 在片中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人类之渺小 现实之惨酷 没有过度夸张 也没有过分渲染 以灾难当作背景板 来展现爱情才是其真正的本质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中的一些海景拍摄真的非常美丽 有兴趣的小伙伴一定不要错过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